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的阿雄 乌克兰总参部公布过去24小时俄军战死 损失1330名俄兵被摧毁52门火炮 5辆坦克和26辆装甲车等重装备 在克里米亚半岛克制海加弗机 俄军一套S-400防空系统被摧毁 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 S-400防空系统在俄罗斯军工企业的说明手册上 可是全球第一的 随着战争的爆发,这款防空系统现了原型了 多次被摧毁 随着克制海峡附近的防空系统不断被摧毁 克里米亚大桥的寿命要进入倒计时了 据独立开源数据分析 乌军已经占领1556平方公里俄罗斯土地 其中完全控制区域为1143平方公里 灰色区域为413平方公里 定居点为92度 周日泽连斯基发表讲话 阐述本次出兵库尔斯克的目的就是建立缓冲区 同时呼吁西方盟友尽快的提供更多的援助和解除对援武武器的使用限制 现在,乌克兰总体防御行动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多的摧毁俄罗斯的战争潜力 并进行最大限度的反攻行动 这包括在侵略者的领土上建立一个缓冲区 即我们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 我们的军队在各方面都表现出色 然而,我们的合作伙伴需要更快的提供物资 需要及时的为已宣布的援助提供交付保障 我特别要向美国、英国和法国提醒这一点 解除乌克兰军队使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剩余限制 乌军可以剥夺莫斯克任何推进和造成破坏的能力 泽恩斯基敢说出以上的话 证明了西方援武武器的威力 这才是真正制约俄罗斯不敢用核弹的原因 之前马斯克说过 俄罗斯可以决定扔不扔核弹 但扔了之后核弹落到哪儿 炸不炸在哪儿炸 那就不是俄罗斯能决定了 库尔斯克格鲁什科沃地区 随着乌军将塞姆河上的三座桥梁彻底炸毁 从乔特基诺到格鲁什科沃之间 大约600平方公里中的俄军士兵彻底被围困 有消息称这个区域的俄军大约有500到700人 目前俄军正在与乌军谈判 是无条件投降 还是继续打下去 这个地区的土地露入乌克兰手中 已经指日可待 目前乌军有24个旅的部队 在库尔斯克地区作战 当然 不是这些旅的全部部队 有的旅只派了一个连或者一个营越境作战 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 斯吉尔利塔马克石化厂发生大爆炸 造成两人受伤 目前现场火势凶猛 当地时间8月19日 俄罗斯洞河畔罗斯托夫州 普罗列塔尔斯克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8月18日 该地一座大型的油库受到乌军无人机的袭击 大火目前仍在燃烧 俄方称袭击导致41人受伤 其中5人伤势严重 当地时间8月19日 乌克兰哈尔科夫作战战术部队发言人 维塔利·萨兰采夫在乌一党电视节目中表示 F-16战机已经在前线投入使用 这是F-16战机在前线发射法国产SM导弹的照片 相当帅气 8月19日 德国政府宣布 新轮对乌援助清单 包括一个昂贵的S-4T防空系统 1.5万发15毫米弹药 10艘无人艇 26架无人侦察机 6台高机动工程挖掘机 一辆带备件装甲救援车 5.5万个急救箱 700只MK556突击步枪 10只带弹药的精密狙击步枪 和50只CR308步枪 以及用于处理爆炸物的备件和材料 这算不算以实际行动辟谣某些媒体说的 德国暂停队伍援助 下面两个消息 有点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第一个消息 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 于8月19日发布了一组照片 提醒公众切勿触碰图片中的银色基础球 因为它们会因任何触摸而爆炸 这些基础球 是一枚核军发射的KG-101导弹残骸中的 极树弹头的组成部分 是母弹头中的子弹头会爆炸 该导弹坠落在基辅一个森林公园的现场 极树炸弹是一定会造成对人员的大规模杀伤的 一般只适合使用在纯军事目标场景 而用极树弹头袭击击辅这种人口稠密的大城市 只能说发起袭击的决策者毫无人性 第二个消息 俄第488魔物团一个连的士兵被车臣督战队逼迫 只好向乌军投降了 一个连的俄兵都是18岁 19岁左右的年轻士兵 他们遭遇战况不利 向后方逃跑 但遭到了车臣督战队向他们开枪 为了避免被督战队打死 他们掉头跑向了乌军所在的方向 举手投降 这是白洛斯媒体报道的内容 如果士兵们与克里姆林公的人同心同德 还用得到督战队吗 一直靠督战队维持的军队还能撑多久啊 印度外交部8月19日证实 印度总理莫迪将访问乌克兰 俄乌开战以来 大部分国家宣布支持乌克兰 少部分国家宣布支持俄罗斯 还有些国家形势上保持中立 这些形势上保持中立的国家 有不少长袖善武 左右逢源 两边通吃的 莫迪和埃尔多安 无疑是其中的高水平玩家 两边赚好处啊 两边都不得罪 被两边多认为是朋友 成为两边都极力拉拢的对象 既赚了白花花的银子 还赚了好名声 水平赤一点的是欧尔班那样 银子是赚到了 但挨骂呀 当然 也有水平更赤的大远种 被两边都不拿当朋友的 不但没能两边赚钱还亏钱 节目最后再说说这次侵略战 发起者 大地精子吧 普京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独揽大权 又自认权力就是知识 权力就是智慧 权力就是能力 又以权力阻拦人类文明进场 且又收获羞愧的人 国小而不储卑 力少而不为强 无礼而辱大林 贪负而国交者 可亡也出自韩非子 意思是一些比较弱小的国家 不明白自己的处境 遇到强国也不懂得放低姿态 本身军事力量不强 非要去挑战军事强国 而且夜郎自大道冒犯强大的邻国 不懂得外交 只一味的贪婪 这个国家是要亡国的 我们知道俄罗斯烂 但感谢普京让我们知道 俄罗斯这么烂 从一小时消灭乌克兰 打到现在甚至被人反推到本土了 苏联时期的枪 苏联时期的子弹 苏联时期的破旧民用皮卡 来运送军用物资 666啊 不知道 还以为俄罗斯废品收购站呢 我们不知道俄罗斯有多烂 没有事 但普京身为俄罗斯总统 都不知道俄罗斯有多烂呢 这就完蛋了 就像驾驶员开着车 却不知道这辆车没有刹车一样 疯狂的踩油门啊 普京本来想装一个大逼子 乌克兰好小子啊 大哥让你不加入北约 你偏要加是吧 看我说是你 结果呀 装逼失败了 被乌克兰大耳光子呀 凑回来了 这叫刚复自用 叶狼自大啊 无自知之明 俄罗斯以后 五常之一的指老虎啊 假名声还能保持下去吗 俄罗斯内部那么多 比我用心的人看到俄罗斯现在这么虚弱 还等什么呀 乌克兰就算被打退出去了俄罗斯啊 苏联继承下来的遗产 世界五常之一 这个响当当的牌匾也保不住了 从一流国家变成了五流国家 大地不久可能会因寻衅滋事罪 打架兜入罪被捕 抓他的可能是跨省的警察 也可能是本地的警察局啊 那位说了啊 那我久仰的大地可别落到跨省警察手里 我告诉你啊 他进了本地的局子可坏了 进去就会被皮带一通的热情款待啊 让招什么就招什么 我认为无论是哪里的警察 段安看在他没打老婆孩子的份上啊 判他个流放三千里 今后牧羊为生 我不是说他的能力啊 只适合放羊啊 就是留他一条命 因为造就普京如此成长的 是他的青少年时期的恶劣的成长环境啊 他青少年时期每天都在惶恐不安中度过 听说其父也是大厨 那万一米饭里的沙子没讨干净 割掉了主人的一颗草牙 立马得以谋害主公 企图颠覆国家的罪名被捕 所以他父亲要把公主吃的大米 提前摊在案板上 平平的一包藤啊 拿一个类似现在公园绿化 隔离网似的东西 他不是约十公分一个格吗 得把网铺在薄薄的米粒上 仔细的竹隔检查有无沙子 总之大鹅们个个活得战战兢兢 如同奴隶啊 一旦稍有潜力 则施展淫威 实则是被压迫的几近扭曲 畸形的黑恶心理作怪 即使搅死普京 下一个极有可能还那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